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身处上水的吴铜河 我们向下看下去其实有一大片花海 还有很多在海上很少见到的大鱼 条条都是我手臂那么长 刚刚就有船经过就是为了过来钓鱼 我们现在就下去感受一下这片花海 我们下面走下去有点像一个 比较古旧的海滨公园 因为其实也有些停车 有些人踏车 有些人走路 一路沿路就沿着河山步 一路可以下去拍照 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这里可能以前有条路 给工作人员下去做一些河堤维修 或者之类的东西 但其实现在已经封了 因为水位也挺高 我们看到下面 篮杆也只剩三分一 好了 我们这个偷偷地走出篮杆以外的世界 就是摺下来的这片花海 一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朋友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一下来会看到很大片的紫色花海 下来不是鼓励你们下来 但如果你们硬要下来 请大家小心 因为其实也挺近的 而且它的草被遮住了可以站的路 即和你 真的刚刚可以在那边 所以千万要小心 还有风暴下雨 大雨过后千万不要下来 下来 下来 大家看到 其实刚才的位置 就是我在后面 怎样去走上来的位置 所以这里相对是安全线的了 因为大家看到 其实来的海也有些距离 大家看看这边 我的旁边就是刚才那些 牵牛花的田 所以就算带欣赏 可以尝试一下走进去内边这条路 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但这边也有 这条河整体都很长 你看几个地方都有 这条河的名字 其实很有趣 它中文叫做不同河 但是它的英文叫做 River in this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初 英国租借了我们的新界区的时候 他真的找了一个印度的测量师 来说这条河的名字 叫做印度河 好 而且刚刚走过这条河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图片 挺有趣的 放生这两个字 经常被人觉得是做善事 但是为什么这里 会有一块鱼龙柱的文章 说不要放生呢 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生物 你在市场上买到 找到的 但是它们是被人养殖出来 而不是有自己的捕猎 或者维生的能力 但是你就这样扔下去 好像做了善事 其实是在害它们 和在害一条河 再转过来这边 其实真的很夸张 很多死鱼浮丝浮在河面 其实是近期的事 7月的事 所以奉劝大家 不要把善事变成坏事 沿着不同河 走到另一边 就是这个 我们正在走到大水管 好了 因为后面就是上水逃房 其实也是一个 好像每个人一说就知道的地方 但是很明显我是不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的人 可以沿着 黏着不同台 一路走走走走走 就会找到 我们来到的目的地 就是一个大水管 看到有一个一柱晴天 那就是我们 远了天偏近赛眼前的深圳 好了 刚刚在上水逃房旁边 有一个工地 那条路走进来 你会看到不同河 又看到它了 然后过桥 再继续走 再望远一点 就会看到有一个很长的水管 那刚刚我们就经过了 然后入口 就是要跟着水管 然后走回这条小路过来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我都不够高 我都不够高 笑着笑着就哭了 对了 捐完山洞之后 你就会看到很多 好像打游戏的场景 但其实这里一眼看过去 地铁站 火车在旁边 然后就有很多水管 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的行程 都坏过海亭 不停地跨栏 不停地走进去 但是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一片 这么难得才看到的景象 是值得的 都是那句提提大家 进来要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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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